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金燕15岁出道 曾两度拿下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 一度风头无量 却多次被父亲诸葛亮伤害 原来诸葛亮有金钱博弈的嗜好 欠下天价债务后却销声匿迹 谢金燕被迫替付还债 日日被债主上门追债 负面消息铺天盖地 星途几乎被毁 好不容易负起 事业逢巅峰时 人间蒸发的诸葛亮又跑出来 曝光他有孩子 一时间 谢金燕再次成为重视之地 只是人到中年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早已无所畏惧 他大方坦白 自己的确有意思 但孩子并不是自己热度的附庸品 不想家人的生活受到打扰 这次他对父亲早已心灰意冷 于是刻意躲避与父亲的任何联系 诸葛亮却不放过他 以自自利用他博关注 不堪其扰的谢金燕只能再次退出娱乐圈 直到父亲去世后 他才再度走上舞台 2.龙监狱 龙监狱的儿子因车子坠骨 人下落不明 这样曹西平急忙在社交平台上求助 他曾失去过一个女儿 恐再度面临 恐失去骨肉煎熬的他 也意外揭开多年前完婚生子的秘密 根据苹果报道 龙监狱出道多年对感情一向低调 始终为正式结婚生子传言 一直到他女儿传出感情问题想不开 并且留下遗书给龙监狱 想让他用公开信证实 此人是他的女儿 至于不主动向外界说明 主要是年轻时感情路走得不顺 将让私人生活遭受的误解 不足为外人诉说 才选择自己默默承受 另外由于他难忍受这段伤痛 才让他极力想保护这段过去 即使女儿是龙监狱和曹西平三哥 曹南平所生 当时龙监狱虽在双方家人的见证下结婚 不过由于要唱歌赚钱 养家不肯登记 更不让孩子在外人面前叫他妈妈 虽在生下儿子后登记结婚 不过仍未公开与亲生儿女间的关系 两姐弟直到龙监狱离婚后 才被接回去同住 据悉 龙监狱历经丧女之痛后 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 并且透过学佛 做公益慢慢走出低潮 不过又遭逢儿子发生意外 让他得孤身飞往澳洲 这也让外界心疼这名母亲 究竟还要承受多少伤痛 3.许淳美 看到许淳美这个名字 其实想到的是纯洁 美好这样的字眼 可许淳美却与纯洁美好完全不沾边 甚至颠覆人们的三观 她五婚五离 不断包养年轻男子 被称鱼海王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许淳美其实在19岁时便嫁给了李文青 并育有两个女儿 21岁离婚 她曾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 自己与第一任富商老公李文青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儿子 为了要让父子相认 才决定公开实情 双方离婚是因为男方所作所为 让她感到相当痛心 生完一儿一女 许淳美离开了这个无情的地方 两年后 许淳美遇到了真爱 她叫郑奇松 是个比李文青更有钱的富二代 许淳美被她的真诚打动后 第二年就与她结为夫妻 婚后 他们又生了二子一女 生活的幸福甜蜜 可事事难料 人生多舛 一次体检过后 郑奇松被查出了癌症 没多久 就留下70亿财产离开任世 许淳美的天彻底塌了 一次 她影响不开 被黄海明救了一命 一年后 许淳美像变了个人 走上一条与小鲜肉 纠缠不清的不归路 但黄海明与许淳美在一起 也是图她的钱财 所以婚姻维持不到一年 脸人就分居了 分居后 许淳美心情抑郁 随后帅气的林宗一 走进了许淳美的视线 于是 她成天留恋在林宗一身边 黄海明知道此事后 与她离了婚 离婚后的许淳美 并没有与林宗一修成正果 过了一段时间 许淳美又玩起了新花样 公开征婚 心机男邱品睿很快与她攀上关系 可没想到此人有金钱博弈的嗜好 许淳美很快放弃了这段感情 离婚不到一个月 许淳美再次闪婚 结婚对象是年轻的男助理 蒋清全 18天后 许淳美再次离婚 因为林宗一又回来了 可这段被许淳美寄予厚望的婚姻 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最终许淳美放下对婚姻的执念 出入佛门 尽心修行 并做做慈善 经过荒唐的大半生 她终于放下执念 不再与小鲜肉纠缠 网上总是流传着这么一个梗 张飞爱江飞 而江飞却爱飞玉清 这关系简不断理还乱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 张飞是飞玉清的亲哥哥 同样与江飞传出纠缠不亲的关系 还有传言称台语天后江飞 秘密帮飞玉清生子 费真灵听闻此事 怒至至于张飞曾追求江飞的绯闻 费真灵一样断言不可能 小哥费玉清多年以来 一直保持单身的状态 前年举办完多场告别演唱会之后 宣布丰脉 江飞人称二姐 是台湾乐坛的著名歌星 尤其擅长演唱台语歌曲 最被称为台语歌后 如今两人的歌唱饰演 都处于隐退状态 两人的感情也深厚 即便今生没在一起 可他们也是最好的朋友 再说到张飞 她曾在很多场合里 跟江飞表达爱意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怎样舒服就怎样过 爱情的样子有千万种 或许安于现状更适合他们呢 5.胡音梦 胡音梦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不是她拍过哪些戏 演过哪些歌 而是和李敖互骂的一生 胡音梦早年曾拜读过李敖的大作 甚至可以说李敖就是她的偶像 当年 曲师芳也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敖 万万没想到 李敖在给了刘慧云210万分手费之后 又去找到了曲师芳 希望她能够补偿一下自己的损失 这可把爱情辱命的曲师芳气坏了 开始反对女儿的婚事 奈何 胡音梦认准了李敖 直接跑去李敖的家里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接着有意思的来了 在洞房花竹叶 两人就闹了矛盾 闹得不婚而散 从这就可以看出 两人的婚姻有些过于儿戏了 果然在结婚115天后 两人便进入民政局 选择结束婚姻 在婚后 李敖还不放过她 每次上节目 骂胡音梦成了李敖必须表演的节目 而另一边的胡音梦 在经历的这一遭之后 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 看破了一切 42岁那年 胡音梦举办了一件令李敖气疯的事情 那年 未婚的胡音梦生了一个孩子 对李敖来讲 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 她又一次大骂特骂 如今的胡音梦依旧单身 不过她已经不是那个靠美貌文明的胡音梦 经过岁月的沉淀 她有了更加温婉而卓绝的气质 6.许仙姬 据报道 歌仔戏演员许仙姬单亲 抚养一字长大 命运乖传 许仙姬原本是歌手 17岁开始演唱歌仔戏 之后却碰到工地秀没落 歌仔戏文化衰退 当时明杰才10岁 她原想靠积蓄 带儿子过活 却被人盗会 积蓄500万全拿出来赔 生活陷入困顿 她转到西门町唱红包场 她放下光环 受尽冷嘲热讽 为了钱 这样的生活她硬是撑了六年 但庆幸的是 她儿子很懂事 儿子明杰出道后 母子俩生活稳定 总算苦尽甘来 7.陈美丰 陈美丰过去曾出道于中市 以演出本土剧而知名度大开 直到近几年 又因为动灵般的外貌再次翻红 不仅被粉丝们封为 台湾最美欧巴桑 甚至还红到登上英国媒体版面 被当成最赖阿姨来报道 然而美丽如她 爱情之路却相当坎坷 不仅离过一次婚 年轻时还跟不少资深男性交往过 曾有化妆师出面爆料 说陈美丰曾经为男方生下一个女孩 引发社会哗然 对这则私生女的传闻 陈美丰第一个反应是爆笑 认为外界想象力太丰富 表示我真的有女儿 自己在演员圈混迹这么久 早就已经瞒不住了 因此听到私生女的传闻时 才会觉得啼笑皆非 大家还记得她吗 崔台经最初是在电视节目 《强棒初期》中获选 《强棒十美》的最上竞奖 更被选为校园十大美女 开启演艺之路 演艺生涯中 她共拿过两次金钟奖主持人 堪称台湾女神十足 一代妖姬崔台经当年 打扮性感艳丽 气质高贵妩媚 以动感的舞蹈 娇柔的声音称霸舞台 是横跨主持 歌唱 秀场 戏剧及广告等 多期天后级艺人 然而相较于事业风光 情史丰富的她 曾和多位名人有过感情 却都无疾而终 其中她更爱上富二代须伟群 并为其产下一子 然而两人仅在一起四个月 就画下句点 最后她母兼父职 带大儿子 一起当时 崔台经不禁感慨 不惜放弃大好的演艺生涯 也坚持要跟对方交往 幸运的是 风情万种的崔台经 当年虽有孩子 但她的名气却不见反增 演艺声势一路水涨船高 甚至还吸引许多 在各界赫赫有名的男士追求 虽然感情史相当丰富 但这些对如今 投入佛祖怀抱 专心前求法源的她而言 却也早已一笑置之 再说到儿子 崔家豪时 崔台经层直言 孩子是她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 为母的她 总把儿子相处的时光 视为人生最大的满足 虽然在感情路上并不顺随 但看到她如今活得自得其乐 身边又有儿子 佛祖的相伴 真的很替她开心 也祝福这位永远的一代妖姬 能长命百岁 纵观娱乐圈的 各位未婚生子的女明星们 她们如今的生活状态各不相同 有人带着孩子 再次经历婚姻后 终于收获了美满的幸福 有人因为情伤 选择顿入佛门 还有孩子身世沉迷 至今生父尚不明确 无不令人唏嘘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 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